我們今天同樣有兩位專業的導師 就是天生哥和鳳英姐 有什麼你們就可以問他了 我們還有四位專業的導師 他們是我們TVB的配音員 他們是梁偉德、曾秀青、曹啟軒 和黃欣如 不如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嗨, 寶貝, 人人都叫我花輪做富二代 其實應該叫我做貴族, 會貼切一點 你們這些奴才很大膽 看到如意轉的孝贏皇后還不請安? 天雲台的韓德陽對燕燕情深一片 無論多艱難, 我們也要在一起 幸好我多點讚, 夢有到徐姨們 趕得及來參加好聲好戲 我們是VG評判 今天麻煩你們了 好, 下一時間就介紹我們的主席評判 第一位 第一位就是炳強國 1980年正式加入無線電視配音組 陳昇演多個經典角色 包括城市獵人、漫波 包青天中的宮宣賊 可以說是配音界的神級人物 你好, 炳強哥 你好, 炳強哥 先找一下炳強哥 對於今天我們的所有參賽者 那把尺子要放在哪裡? 你的評分標準會如何? 我的尺子很鬆 是嗎? 因為我覺得應該給予機會 沒有經驗的人 是 就算有經驗也可以積累經驗 好, 會否有經驗 那些你反而壓低的分數? 不會, 實時求時 好, 交給你了 謝謝炳強哥 謝謝炳強哥 第二位主席, 情緒厲害了 他外表非常嚴肅 但其實他很惶惱可親 演戲有氣味, 煮菜又有色香味 有請我們的鼎爺, 李家庭 漂亮… 今天由爺爺廚房轉到 這個好聲好聲的舞台 是嗎? 大家聽到鼎爺的聲音 大家知道他中氣十足 無論是演大俠, 舞臨的人物 我還沒做大俠, 永遠被大俠打死 有那種氣度完全能出現 其實雲聲方面 你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沒什麼雲雲聲 如果做反派或惡人 那些聲音要實大, 不要有美音 我打死你… 就是那種 好, 今天謝謝鼎爺的出席 是… 謝謝 交給你兩位, 謝謝 謝謝鼎爺 請坐 最後一位, 一定是我們得高望重的 汪明荃, 汪娃姐 娃姐… 你好, 娃姐 你好… 娃姐 是 剛才我開場的時間 說了你提出的問題 好聲好戲有什麼好看? 對, 作為第一回合的主持評判 你看完第一回合之後 你會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我覺得有看頭 是嗎? 配音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包括口腔的運用、聲線 以及怎樣最重要是投入的角色 有氣, 聲音也要有氣 對… 所以今天的評分標準 都是依據這幾項, 是嗎? 為什麼你見到我很順暢? 當然, 當然了 你的威嚴在這裡 放膽說 是, 阿姐 今天根據這幾項… 又來了 好, 阿姐 不說話了, 留在你處女評判 阿美… 阿美, 娃姐 專門第一位參賽藝人, 好嗎? 好, 他會聲演一個片段 就是《成語動畫郎》 今天要說的成語是腹水難收 博士, 是不是說 倒了水在地上收不回來的意思嗎? 說得沒錯, 這個成語故事是這樣的 西漢時代有個窮書生叫豬買臣 他很勤力讀書 還有一天, 沒出人頭地 豬買臣, 你真是沒出息 我要和你離婚 娘子, 不要走 看著你, 我豬買臣會窮死一輩子 我會努力, 我一定要出人頭地 看著你 好心思思那個發財錢 養老… 尚公, 你終於出人頭地了 真好 尚公, 我們回到你的大屋了 你真是想和我回去? 是呀 那你和我拿一盆水過來 你是不是要我洗乾淨才讓我回去? 如果你可以把水收到我的盆上 我就和你回去 哪有可能的 如果你收不回的話, 我就扯掉了 尚公, 別丟下我, 尚公 後來那個貪心的老婆又怎樣? 她終於餓死了 而福水難收就被人形容事情已成定谷 無法只挽回 好厲害 一個人扮三把箱 我覺得全都是好像她配 好厲害 真的全都是她一個人配嗎? 是, 很多都是 有若干女角色是另外的 那很厲害 姐姐, 對於剛才這位朋友的配音表現 你有什麼意見? 配得不錯, 但我認不出是誰 你說編導演吧? 是 TVV有這個人嗎? 有誰這麼厲害? 不如我們先請她出來, 好嗎? 好, 有請第一位 我們把編導演鬼才出來 是她, 鄧士堅 你好… 阿堅 你好, 主持好, 導師好 團團地好 你好 很厲害 我配得剛才覺得是原聲 究竟你配了多少個? 我剛才配得… 三個角色 成語動畫郎有無數的成語 為什麼你會選擇了福水難收來演演? 最近我很體會到 福水難收這四個字的意思 所以希望這次可以帶給觀眾 有刮目相看的感覺 看到志堅的表現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評語可以給她呢? 她的聲音很厚 所以她很容易吃到公仔 所以這是她優勝的地方 我覺得配音最難是什麼呢? 一頭一尾, 開口同尾 她沒有脫, 吃得很穩 好, 吃得很穩 我想問一下, 配卡通片 其實會不會更難呢? 幾位專業評判 卡通片就要誇張一點 譬如YY的聲音可以再可愛一點 她可能可以多撒博士 YY的感覺可以再無知一點 她因為什麼都不懂 所以她才會問博士 配卡通片要用 卡通聲音比較難 但我知道也有盡力 但我覺得配得最好是男主角 以後你做男主角就行了 不要再做男主角了 歪歪交給你了 參加這個比賽是很開心的 因為可能觀眾平時認識我 都是搞笑, 裝模作樣 希望這次這個比賽 可以讓觀眾認識我另一面 比比比, 比比, 比比, 比, 比, 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